来源 华尔街见闻 12月18日 瑞普兰军正式登陆港交所 此次IPO 瑞普兰军发行价18.3港元 开盘见长 首日收盘总是值超400亿港元 至此 青山控股版图中第一个IPO诞生 难得一见的是 青山控股掌门人向光达之女像杨阳 也出现在了瑞普兰军的IPO注节仪式现场 这是新能源行业一匹黑马 瑞普兰军2022全年动力电池装车量排名前十 储能电池出货量排名第三 身后还集结了一支庞大股东队伍 不仅有青山控股 中维股份 上级集团 及旗下上级资本 横续资本等产业资本 还有IDG资本 深创投 平安投资 荣毅投资 德赛后资本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等创投基金 以及浙江 吴湖 佛山等国资甚为壮观 一支温州独角兽赴港IPO市值超400亿 从诞生之日起 瑞普兰军就自带光环 那是2017年 曹辉结识了青山集团董事长向光达 在电池行业扎根20余年 曹辉见证过行业的发展历程 一番深入交流下 39岁的曹辉新辞职来到了温州欧江边 随后 瑞普兰军正式成立 起初 瑞普兰军以动力电池和储能产品双线发展 曹辉带领研发团队针对电池工艺 空间结构 材料选择等多个核心环节进行功课 同时借助青山实业的资金和资源优势 很快有了成果 不到两年 瑞普兰军就实现了锂离子电池的批量交付 此后迅速构建起锂电池的量产能力 这段时间 正是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爆发期 瑞普兰军顺利拿下上汽通用50的订单 还在高端车型方面定点配套了沃尔沃 河创和极客等品牌 2022年 瑞普兰军研发多年的电池技术正式发布 这款电池把原有的顶部空间由15毫米缩减到了8毫米 使空间利用率有效提升7%以上 简单说 就是在相同体积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升电池容量 将电芯体积能量密度比做到行业顶尖 这是业内第一次实现 方形电池空间利用率高于大圆柱电池 打破了电池内部传统的空间限制 因此 这项技术被命名为问鼎 问鼎电池的问世 让成立四年多的瑞普兰军声明确起 在此期间 一群投资人来了 2022年1月 瑞普兰军完成A轮融资 由青岛上级创新基金 上级集团战略之头 联合上级资本 横续资本投资 二者均为上级集团金融平台 上级金控旗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这轮融资后 上级一举成为瑞普兰军最大外部股东 上级入股后 瑞普兰军获得产业助力 先后与上级集团旗下纽州赛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资共建的20GWH动力电池及PAC基地 获得上级乘用车新款车型电信产品定点 并与多个上级旗下品牌乘用车推进业务合作 一个月后 瑞普兰军再次拿到温州交运的A加轮融资 紧接着问鼎电池运量发布 在8月开启的B轮融资中 瑞普兰军的投钱估值已达到248亿元 这是瑞普兰军启动IPO进程前的最后一轮融资 集结了IDG资本 深创投 无辜文明 国投创意 广新集团 平安投资 佛山基金 中信投资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等数十家机构 从招股书技术 先后进入瑞普兰军的投资方有30多家 不仅有IDG资本 深创投等知名投资机构 还汇聚了上汽系 中维股份等一众产业龙头 以及浙江 佛山 吴湖 资博等国资 阵容豪华 其中 起源于温州 瑞普兰军的多轮融资 出现了温州本地投资方的身影 包括温州市交运集团 温州市龙湾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温州系银城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温州市工创投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甄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2022年底 瑞普兰居首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后因招股书失效 若空 直到2023年6月再度提交 12月18日 终于在港股敲钟 总是值超420亿港元 46岁的曹辉迎来了IPO敲钟时刻 这也是千亿灭亡向光达的第一个IPO 电池卖给一群新势力车企 年入140亿 瑞普兰君凭什么称起超400亿市值 翻开招股书 瑞普兰君是一家中国锂离子电池制造商 主要从事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及储能电池产品的设计 研发 制造及销售 除了明造一时的问鼎电池外 公司产品还包括ET电芯 双子星电池 半固态电池 多功能储能集装箱等 公司营收增长迅速 2020年 2021年 2022年及2023年上半年 瑞普兰君营收分别为9.07亿元 21.09亿元 146.48亿元及65.95亿元 其中动力电池产品的收入为6.731亿元 9.815亿元 46.428亿元 是全球第十大新能源应用方面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商 2022年 瑞普兰君储能电池装机量全球第三 动力电池装机量中国第十 而在储能领域 瑞普兰君位置则仅在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之后 值得关注的是 在2020年至2022年两年时间里 公司的年收入从9.07亿元飙涨至146.48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301.9% 十分惊人 瑞普兰君在招股书中表示 主要由于中国及全球电动汽车及储能行业的快速发展 以及瑞普兰君努力扩充产能 扩大客户群 但同时 亏损问题依然摆在面前 2020年 2021年 2022年及2023年上半年 瑞普兰君净亏损分别为5327.9万元 8.04亿元 4.51亿元 以及9.20亿元 在三年半的时间里 瑞普兰君合计 亏损了22.28亿元 对此 瑞普兰君解释 主要原因还是 今年上半年 电动汽车行业发展放缓 导致动力电池产品确认矛损 其次是公司 既提金融资产减值亏损净额 再次是研发开支在收入中的占比 由去年同期的6.4%增长至7.7% 而作为青山实业 在新能源领域进行投资布局的首家企业 瑞普兰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产能扩张所需资金 主要依靠青山集团书写 此外 青山集团还是瑞普兰君五大客户之一 占总收入一度超过12% 同时 瑞普兰君也在大量拓展客户 在储能电池方面 瑞普兰君的客户涵盖家用储能集成商 光伏逆变气制造商 系统集成商 以及EPC公司 在动力电池方面 则包括二十大中国新势力车企中的八家 以及五大中国新势力车企中的三家 可以说 正是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造就了如今的瑞普兰君 温州 一座新能源隐秘重镇 瑞普兰君被视为青山系的一员 而最近与新能源产业投资人交流时 青山系总被提起 按照官方表述 依托集团丰富的上游资源优势 青山自2017年开始进军新能源行业 携手国际 国内合作伙伴 打造涅谷矿产资源开采 施法冶链 前驱体 正级材料 电池应用新能源 全产业链 书里来看 除了今天 IPO敲钟的瑞普兰君 青山有望迎来又一个新能源 IPO麦田能源 2019年 在新能源行业 从事十余年的朱京城 因看好光伏并网逆变气市场 而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三个月后 麦田能源正式成立 专注于互用储能系统 及光伏并网逆变气等领域 此间 青山控股旗下子公司 永兴科技作为战略投资方 入股进入麦田能源 2021年7月 麦田能源总部正式建成 并投入使用 也是青山控股的大本营 温州 公司设计产能 达年产100万套逆变气 和100万套储能电池 四年来 麦田能源在互储赛道崛起 也走进了VCP视野中 身后出现了潮汐资本 华友控股 中信证券等产业 与金融机构的身影 今年5月 这只储能黑马官 学了一笔 由潮汐资本领头的 超10亿元推IPO轮资 估值达100亿元级别 两个月后 麦田能源与中信证券 签署上市辅导协议 而作为从温州走出来的企业 掌门人向光达 也在率队青山系 为家乡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添柴家伙 今年3月 温州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 迎来标志性时刻 由青山实业旗下永青股份 与格林美 伟民环保 新宙邦等新能源龙头企业 携手打造的 温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员 正式签订框架协议 该项目拟选址于动头区 规划用地约925亩 总投资约80亿元 地处沿海开放带 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 温州传统产业 向西而行 新能源渐渐成为 这座城市发展的名片之一 近年来 温州依托丰富的风能 太阳能等资源优势 和电器等产业基础优势 逐步形成清洁能源 加储能加智能电网 加新能源汽车的绿色低碳 新能源产业 2022年 温州市新能源产业 664家硅上企业 实现工业产值达1330.3亿元 按下了新能源发展的快进键 古往今来 温州人走遍大江南北 他们白手起家 凭借吃苦耐劳 敢为人先的精神 在传统制造业发家致富 温商被视为 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 是中国商业江湖中 最鲜明的力量之一 而在新能源时代 温州逐渐成为 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一个庞大的新能源产业朋友圈 正在这里生长壮大 感谢什么说明 tod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